解密台风?台风到底是什么? 说到台风,大家的第一印象应该是从卫星云图上看到的一个涡旋 诚如你所见,台风的本质就是一种气旋 这种涡旋常发生在热带或负热带阳面上 所以我们又叫它热带气旋 但是并不是所有热带气旋都叫台风哦 我国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 按其底层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大小划分为六个等级 其中风力为十二级或以上的,我们才称之为台风 台风的块头巨大,小的直径有三百至四百千米 大的达一千至两千千米 热带阳面上的空气和水气组成了它的身躯 水气中蕴含的前热驱动它旋转和移动 台风的旋转方向受地转偏向力影响 细心的小伙伴会发现,经常侵扰我国的台风往往呈一时针旋转 其实,在南漫球,台风是呈顺时针旋转的 那么,台风是如何从诞生走向灭亡的呢? 台风孕育之初为热带低压 一般需要两天的时间,其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达到八级 在随后的成长阶段,台风不断吸收能量 直到中心气压达到最低值,风速达到最大值 从而走到它的人生巅峰 台风登陆后,受地面摩擦和能量供应不足的共同影响 会迅速减弱,从而接受它的一生 这个庞大机器的内部是什么样的呢? 现在,让我们给台风做个手术,一探究竟 台风是一个深厚的低压系统 它的中心气压很低 低层有显著向中心集中的气流 顶部气流主要向外扩散 如果从垂直方向把台风切开 可以看到有明显不同的三个区域 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台风眼区、云墙区、螺旋雨带区 台风眼区的平均直径为40千米 虽然它位于台风的中心 但这里风力很小,天朗气轻 可谓是台风里的室外桃源 云墙区位于台风眼周围宽几十千米 高十几千米的区域也称掩壁 这里云墙高耸,狂风呼啸,大雨如注 天气最为恶劣 螺旋雨带区位于云墙外 这里有几条雨云带呈螺旋状 向眼壁四周复合 雨带宽几十千米到几百千米 长几千千米 雨带所近之处会降暴雨 并出现大风天气 可见,台风所到之处 必将带来狂风暴雨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预测它的到来 必将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好消息是 现在的气象学家们 已经能够通过卫星、雷达等高科技手段 观测到台风的行踪 经过统计发现 侵扰我国的台风有较为典型的航线 分别是西形路径、西北路径和转向路径 西形路径 热带气泉从原地至菲律宾以东两面 一直向偏西方向移动 往往在广东、海南一带登陆 西北路径 热带气泉从原地一直向西北方向移动 大多在台湾、福建、浙江一带沿海登陆 转向路径 热带气泉从原地向西北方向移动 当靠近我国东部近海时 转向东北方向移动 那么如果台风真的来了 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麻烦 我们又该如何防御呢 台风灾害主要尤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 狂风会引发风灾 暴雨会造成洪涝和城市内涼 农田自浪 此外还会带来次生地质灾害 如泥湿流、山体滑坡等 台风来了 小伙伴们该做点啥 首先我们要及时收看天气预报 了解最新的天气动态 一旦得知台风有可能登陆 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 取消一切露天活动 取消必要时停课 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 同时切断户外电源 海上船只应立即到避风场所避风 关紧门窗 检查电路 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 处于危旧房屋 及可能受烟的低洼地区的群众 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方 其次 当台风登陆时 尽量不要外出 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避雨 如果在室外 千万不要在临时搭建物 广告牌等附近避雨 以防被砸伤 正在开车的人 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 或隐蔽处 如果你此时 正在海上躲避不及 或遇上台风时 应及时与岸上有关部门联系 争取救援 等待救援时 应主动采取应急措施 依据能够获得的最新的台风信息 及时修正航行方向 迅速果断地避开台风 迅速果断地避开台风